市長,自從我參加這個外交國防委員會之後 我很少把自己列入為是屬於哪一個政黨 因為外交國防處境非常的困難 所以只要對我們外交國防、對我們國家有利的事情 我不分黨派,我認為都應該支持 所以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裡面,那個在野黨提出來的法案 如果非常適合妥當的話,我也是簽的 我從來不會已經把自己忘記一個屬於政黨的 因為我們是以國家為取向 市長,我請問你,如果我們部長在台灣發表記者會 說這個南沙群島的主權是屬於我們的 你相信中共那邊會霸島嗎? 以你的意見,如果我們在台灣自己開記者會 外交部長說我們擁有主權 有太平島也好,釣魚台也好 你想中共那邊會大肆報導嗎?大概不會吧? 大概不會 各位,我接到我禮拜三跟禮拜四 上禮拜三跟上禮拜四 接到大陸一些台商打電話過來 連續兩天 北邊從山東,南邊到廣東 很多電視台都在報導我們這一次 外交國防委員會到太平島宣示主權的事情 當然他不會講宣示主權這四個字 他們一直在報導 連續報導兩天 說外交國防,我們這邊有三位國會議員到太平島登島 還有一些電視上的畫面 把我們三個人的大口罩也都放在電視 已經連續兩天了 所以次長,我們三個也算是代表外交國防委員會 代表外交部,代表我們國家 去宣示我們的主權了吧 謝謝 不過這樣子一來,我恐怕 要去大陸的話有點困難 因為他們一直報導 連續報導兩天 整個沿海那邊的電視台都出來 很多世界台商都特別打電話給我說 我看到你的照片 你們這個登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宣示主權不只是 外交部或國防部的任務 身為一個國會議員 也應該代表國家 有機會的時候 要宣示一下我們的主權 德國的一個哲學家 蘇本華 他說 我思故我在 思就是思想的思 就是因為 我有這個思想 人自己會去想 有感情 所以 他存在 這是存在主義的一個基本哲學 那我們把這個改一下 我參加 顧我在 對於所有活動來講 參加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 一個名字 以聯合國來講 所有跟中共有邦交的國家 他們在簽署他們的外交的時候 會不會寫說 要中共承認 台灣是 這個大陸的一部分 會吧 大部分會 大部分會吧 那那個 算不算 上權入國 因為是他們跟他們圈 跟我們什麼關係啊 我們自己做別的事情 我們自己發展我們的外交 所以WHO的事情也是一樣 別的國家跟中共簽什麼 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不代表我方的立場 對不對 所以他們MOU什麼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 堅守我們參加的立場就好 這麼多年 四年來 能夠 以這個中華台北的身份 參加WHA的大會 所以我參加 顧我在 就把中華民國的能見度 就發展出去了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這也就是我們從 民國98年開始 每次都 由這個署長呢 親自率團參加WHA 而且在 每一個重要的場合 我們都去 做我們立場的表達 甚至於說是 提出我們的貢獻 讓國際社會也確實知道 台灣參加這個 世界衛生大會 是有它的貢獻 有它的意義 我們還是直接由 它的這個 這個幹事長 直接拿到邀請函的 是的 我們邀請函不是從 中共那邊拿到了 是的 對 所以我們是光明正大的參加 沒有任何的問題 當然啦 WHO 是一個 在 聯合國都 多功能性的 這個組織裡面 它是會員國才能參加的 WHO啦 國際民防組織啦 很多都是必須要有這個 會員國才能參加啦 那我們總是要踏出去第一步嘛 以WHA的成分去參加 總是要踏出我們的第一步 有了第一步之後 我們希望以這個作為一個model 然後讓WHO所有的體制 所有的這個 會議什麼都能夠以這個方式來做 那就是第二步 所以我是贊同啦 我也很這個 這個對外交部對我們衛生署的 多年來的努力啊 我非常的這個 敬佩 事實上海外僑胞 也從來沒有放棄過 每年在日內瓦五月份的這個開會啊 海外很多的僑胞 一定會組團 到那邊去參加去宣示 當然他們不能進去啦 很多人都是在外面啊 也替台灣來發聲 所以這個這個海外僑胞也 也發生了很大的功勞 這個 但是我們台灣啊 那個請我們那個副署長好不好 我們雖然 副署長好 雖然獲准參加WHA的這個大會啊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成為 WHA在西太平洋 這個防禦區塊裡面啊 做一個會員 這個是我們 是不是應該將來有一個努力的目標 是因為那個 西太平洋他是屈屬嗎 他還是屬於這個 WHA的一部分 那他我們這幾年也都 也有派員先去了解 看看他們討論的議題 那這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對 2003年的時候 是不是有SARS 對 那時候我還在國外啊 那因為SARS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口罩 N95的時候 這個口罩很缺乏 結果我看電視的時候看到說 欸 衛生署啊 行政院衛生署啊 緊急從海外 掉了3000個 N95的口罩回來 3000個 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所以那時候我找了很多 僑胞 找了很多僑團 還有找UCLA的一些醫生啊 在衛生署 進來3000個口罩的時候 我從洛杉磯 進了15000個口罩 到台灣來 為什麼那時候 以衛生署 一個那麼行政院的單位 緊急只能進口3000個 那我自己一個海外僑胞 滑航的幫忙 我們就進了15000個 給台灣 這個是可以查得到了 是不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參加 也不能夠參加WHA 所以很多資訊 聯絡管道方面都有缺乏 沒有錯 在當時的情況底下 確實是這樣 2003年嘛 那2008年之後 以後漸漸的 就比較方便一點了 對 因為這個98年 就是剛剛的這個 簡報資料也有提到 就是98年 元月之後 因為我們納入這個 國際衛生條例的 這個機制裡面呢 那我們就有機會 跟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做一個直接的 聯絡 所以這個機制呢 幫忙就很大 所以以後如果 我們是不希望了 但是如果有這一方面的事情的話 我想衛生署 不至於只有3000個 應該是3萬個更多 因為這種事情可能還會再發生的 那我們有這種聯繫的管道 有資訊 有消息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做一些這個活動 沒有錯 對 這個在這個一兩年前這個H1N1的時候 其實也因為透過這個機制 這個對我們的這個防治是有幫忙的 對 因為那時候兩 那時候進來的3000個 還指定給醫護人員使用 一般老百姓還沒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有想法 這個跟UCLA的醫生聯繫 進來的一萬五千個 非常感謝委員那時候的幫忙 我們有沒有食品藥物管理局的 我看有一位組長在吧 既然來了上上台吧 周委員好 你好 你知不知道美國聯邦 這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是 他是不是在全世界都很出名 很嚴格的 的確是他們在相關的這個 行政或者是科學方面 對 都是相當的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哪一年 允許瘦肉精 加在美國本土的畜牧業上面 是1999年的時候 FDA就核可了瘦肉精這樣的一個 還好你都記得 他還不是加在牛肉 他加在豬肉 加在火雞肉 他們在美國國內 從1999年到現在 十幾年來 美國三億人口每天都在吃 他們的含量多少 三十 對 我們要進來的 也許將來會進來的 可能含量是多少 目前我們估算的是 另外就是以肉的部分 10ppb吧 那美國十幾年來都在吃的是30 這個在立法院我是少數 站出來替美國牛肉這個支持的人 也受到很多同仁的誤解 還有當面罵我的都有 但是我在美國快30年了 我並不認為那是一個問題 FDA都能夠在 允許美國自己的畜牧業 加了那些所有東西30ppb 加在自己的牛肉豬肉火雞上面 台灣10ppb的不能進來 瘦肉精是所有三十幾種 瘦肉精裡面萊克多巴胺是被證明 他毒性最低 他的這個累積性最少 代謝最快 安全比較沒有問題的 所以美國FDA 才會允許他加在自己的畜牧業上面 那個萊克多巴胺全世界有沒有病例 吃了之後有病例產生的 包委員現在目前在人的這個病例上面是沒有查到 是沒有報告 我們台灣有農藥吧 是 世界中很多的農藥吧 農藥加在水果蔬菜上面 只要它的含量在標準之下有沒有問題 在我們所定的這個標準值下面 那麼是合法的 所以量是量的問題 量的問題 吃了量也就表示它安全 沒有問題 這個組長你每天有沒有吃維他命 我沒有 那你身體很好 大部分人都在吃維他命吧 維他命過量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是屬於脂溶性或者是過量的話 當然有它不好的地方 沒有沒有 非脂溶性的才有問題 脂溶性的沒問題 不是 脂溶性的比較容易累積 然後 累積對 就像A啦 DE啦 維他命A啦 維他命吃多了也會有問題 是 C的話它會排泄出去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量才是問題 是 不要把這個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這是一個純經濟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應該準許 不要把它政治化 好謝謝兩位 謝謝